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李旺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对付拖延症的五步骤 因为我最近说我的生活要缓慢下来 然后就觉得自己要恢复到一种像度假的状态 极简生活,这是我一直的目标 人一放松下来,整个人就是感觉好像什么都不想做 忽然感觉好像拖延症就回来了 特别是有观众朋友跟我说 李旺你怎么现在出视频慢了 然后再加上正好昨天有观众朋友跟我说 我发现我最近有拖延症又犯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正好我也处在拖延症状态当中 不如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五个对付拖延症的步骤 这五步骤其实一般都是每当我遇到拖延症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五步骤拿出来 然后照着一步一步做 一般情况底下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脑子里边所有你准备要做 而你没有做正在拖延的事情 把它全部写下来 写一个清单列表 那我曾经说过 我曾经在一个视频里边说过 我说我们拖延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有某一样事情它拖住你了 就是你一直很难去面对它 很不想去面对它 或者觉得这件事情好复杂 或者什么 就总之有一件事卡在那里了 然后呢 这件事情不做完 你就心里边怎么老是挂 总是老惦记着 然后就会让你其他的事情也提不起精神来做 那我呢 最近正好是什么呢 是因为呢 我上一个财政年的报税还没有结束 由于YouTube上一年就是很多额外收入嘛 我有很多的资料需要整理 就是一些凭证啊 一些单据啊 什么的要整理 所以直到快八月尾了 我的税务呢 就是我的个人税务还没有报上去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直让我拖延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最近拖延症一并发 我就知道就是这事 我得赶快把它解决掉 所以在我们这个事物没有完成的列表当中 你肯定能找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拖住了你 OK 这是我的第一招啊 第二招呢 就是有的像我一个朋友就说 哎 我没有什么事情拖住 但是我最近就是 我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做什么事情就觉得都不开心这样的 那其实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面对的问题 因为他们对人生没有目标 不知道自己人为什么活着 那么努力灌活干嘛 为什么我现在要天天的做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目标 不知道意义是什么 所以难免 就是 所以就会找不到那种激情 OK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行 可以啊 那你就 人不管你再怎么说 没有意义都好 你脑子里面肯定有个目标吧 对吧 那他就说啊 我打算在几年之内结婚生死 我打算一年都内存多少钱 然后我打算就是列了几样了啊 我说好 哎 表示你还是有一定远景的嘛 对不对 像我们哎呀 我想买个房子 哎 我想买个车 或者是我想换更好的工作 或者说我想送我的孩子进入什么时候更好的学校 那这些人生我们难免都会有一些目标对不对 那这些目标呢 说遥远 说近也不近 说遥远也不遥远 那我们接下来到底应该做什么呢 就把你这些目标全部详细化 比方说OK 我打算五年之内结婚生子 好 那如果没有男朋友的 没有女朋友的开始计划了 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去找男朋友 找女朋友 通过什么方法 然后如果我将来想要家庭有孩子 我应该要努力工作存钱 或者是说我应该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开始计划 那我们就把从最简单开始 把这个详细的一步一步列下来 如果我要朝这个目标走 我需要走哪几条路啊 写下来 那存钱也是 OK 我一年打算存一万块钱 那我每天或者每个星期 我必须存二百块钱 OK 给自己详细定下目标 然后每就是写下来 每个星期放二百块钱 在你的储存罐里边 或者你的银行卡里边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有别的目标的话 你需要怎么怎么样做 所以把目标细节化呢 去步骤化 可以有助于帮助你 就是踏入下一步 这个点呢 可以让我们人生就不会说 哎呀我很无聊 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我现在玩游戏 看电视 看连续剧啊 我最近刚刚啃玩一套连续剧 难得以往会做那啃连续剧啊 就是最近我就觉得 我让我的生活 我要放松 放松到 感觉自己有点拖延症了啊 所以呢就是说 嗯要动起来 再不动不行了啊 有点放松了 有点放松了 但是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 就是比较任性 我想做的时候 我就会全身心做 那我不想做的时候 那我就啊 舒服的 舒舒服服 relax又好 非常任性的一望啊 好 但是这样做我快乐 我快乐 好 那这是第二条了 我们再讲一下第三条 第三条呢就是 每日启动模式 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启动我一天的动力的一个关键事件 我有两样 就是第一 我早上一定要把被子叠起来 就是别人是铺床嘛 我不是铺 我是一定要叠起来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们北方人以前是炕啊 就是那个烧炕的炕 当然就是我外婆家很老了 我自己妈妈家的时候就没有了 但是我那时候去养成个习惯 就是我们的被子一定要是折起来的 而不是铺在床上的 所以我早上就是以防我自己 送完女儿回家之后再睡觉 我就会把被子全部都折起来 特别现在是我们冬天嘛 我们冬天呢 把被窝撩起来之后 床是冷的 你就不会再想要躺下去了 OK 这是我的第一个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 早上我送我女儿上学的时候 我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那我喝咖啡呢 我基本上就不会回来再困了 那我从七点半到八点送她上学以后 我就会有很多的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些工作啊 准备工作呀 或者是不管是什么 总之如果我只要不翻睡过去 我就要比别人多两个到三个小时 来运用这个时间 所以这是我每天起床 必须的 就是这一天开气的一个仪式 就是把床叠好 把咖啡 一定要喝咖啡 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形式不同 你可以选择 就是那有的人是 OK 我每天必须要洗澡化妆 这是我一天启动的模式 我老公的模式就是早上一定要是洗 就是洗刷干净 然后就是头发晒好 然后穿得干干净净的上班 这是她一天的启动模式 所以每一个人的启动模式都不同 你可以找到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精神 我记得我在很早以前 就是我上班六年 我跟大家说过嘛 我那个时候每天早上要很早起床 我就想 哎呀我怎么那么傻 怎么那个时候就没有学会用这个 起床模式 也不懂去喝一杯咖啡 每天几乎都是这样 这样就是很困的上班啊 我就真的很傻 因为喝杯咖啡 真的会可以让你就是人很饥饿 虽然我并不是提倡每个人都喝咖啡 因为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同 但是喝咖啡真的会让你 你整个人一天精神状态非常饱满 而且我这一天我不睡觉 我到了晚上我就会很早就困了 我就会很早上床睡觉 对我们的身体循环也是个好处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让你每天有动力的一个方法 好这是第三个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讲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第二个的时候里边 不是说要把目标详细化 在第一个里边不是说要列下 有什么事情你没做吗 那第四个点呢 就是说从这个列表当中 选一到两样 是你每天必须坚持做的 那我们拖延症 所谓拖延症就是表示这个事 我们还可以拖啊 如果一般事不能拖 你就做了是吧 之所以拖延症就是这个事我们还可以拖 但是我不管怎么拖 就是一天我可以允许我在躺一天啊 放松自己家什么都不干 但是我每天必须要坚持做两样事情 那第一样事情当然是视频 YouTube啊 前段时间已经开始隔两天 或者隔一天才出一个 但现在呢我会坚持 还是坚持一天做一个 这个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为了做YouTube而做 而是我在提醒自己 我要坚持一样事情 我的人生我要坚持一样事情 而做的一样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后呢 我的后半年还是我是比较注重身体 健康养生 当然有观众朋友 我担心 我说Evan你怎么说注重身体 你是不是生病了啊 没有啊 我很健康 我很健康 但是一个健康的胖子啊 但是现在就是我会 因为我以前总是含着减肥嘛 我觉得不应该含减肥 而是应该含让自己更健康 所以呢 就说我就会每天去做一定的运动 如果运动做不到的话 我呢最差的也是那个振动板 我有一个懒人振动板嘛 就你站上面振 然后呢你全身的肥肉就会飘 飘舞的那种机器啊 就是我最差最差一天要做一次那个东西 就是保证我的身体是做 就是我每天必须做一些事情 是与养生有关的 OK养生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让我就是 一直在提醒我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的YouTube是我的副业嘛 那我的健身是今年的后半年的目标 所以我这就是每天 我必须要向着我的目标 去做两样事情 就是我的就是这个准则 那虽然有时候我来啊 我不想做怎么办呢 但是我至少知道 OK只要我做了这两件事情 我就在向我的 我就在向我的目标更加前进了 更加接近了 所以 所以呢 就算我在这个拖延来袭的时候 我依然还是有希望的啊 因为我在坚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做第五步 这个第五步呢 就是啊 最快乐的事情了 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的这个笔记本上 不是你写下来你的所有的目标 你每天你每天要做的事情 OK 拿支笔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划掉啊 或者是在你的电脑上 手机上打勾打勾 或者是删除删除 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让你一天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它可以让你就觉得啊 我今天至少我还做了点什么 而不会被那个拖延症的内疚感给拖着啊 好内疚哦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干 好烦躁哦 我事情堆了那么多 可是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干 其实拖延症最讨厌的一点就是 这个内疚感会拖着你 让你整个人很烦躁 虽然你每天什么都没有做 你在吃喝玩乐 看电视 看连续剧 但是你内心的内疚感会让把你给淹没 你会很烦躁 你知道这是不对的 对吧 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是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 那你不叫拖延症了 你是在度假 对吧 那我们就是在 就是我通过这五样事项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 就算在我们拖延症期间 我们依然在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行 依然每天会选出一到两样事情 去把它完成 晚上的时候把它划掉 这个总过程 它可以成功的帮你度过你的拖延期 那我觉得其实有拖延症 这不是说一件 你生病了或者不对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 就是积极向上 每个人都有 我什么都不想干 这是很正常的 以往也是这样的 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的人生 就要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 我们才有更多的能力去冲刺 那我们当然也会让自己放纵一点点 我们才不会把自己给逼疯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不管你处在任何阶段 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把它控制住 不要让它 无限蔓延 那你的人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就不会说一旦脱离了轨道 就完全拉不回来了 有的人就说 哎呀怎么办 我已经很久了 我拖延 就是有些事情 已经造成了人生一些严重后果了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或者是很多事情都不了了之了 让我的身生 让我的人生变得一塌糊涂 这样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 不管我们人生处在任何一个阶段 我们都应该学习一个方法 去把它控制在一个 既让自己舒服 容忍自己的那个状态的情况底下 又不会让自己脱轨的一个方法 来控制你的人生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人生就会事事顺利了 好 今天呢 就短短的视频讲一下 度过拖延症的五个步骤啊 好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